好,來,我們繼續 那我們今天來講一下這個電廠 由於這個看從點進的帶電的這個電廠 所造成這個電廠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今天通過有個正電盒的話 那來通過它可以鑑定這個電廠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這裡頭我們畫線有沒有 有長有短 那越接近正電盒的這個點 它所收到的這個電廠就越大 所以我們就把它故意划成一點點 好,那不要忘記 我們之前我們講負冷定律 我們的這個力 一個電盒所收到力 F給R平方就是KQQ對不對 R平方分之4 1.0分之這個Q1、Q2 那我們現在講了這個電廠 那現在就是講絕對也知道 一個點電盒在空間中所建立的電廠 1就可以寫4%1分之1 那絕對值Q除以R平方 那這時候絕對值Q呢 我們只是想要告訴你說這個量值的大小 當然如果你是正電盒跟負電盒 所收到的電廠就是它一個正普號 那其中一樣有Libso叫做8.85常識的負12 庫倫平方除以牛頓比平方 這叫做所謂的借電係數 或者是借電常數 類似這樣子 好,OK 所以呢 在這裡頭呢 我們在空間中 假設正電盒所建立的電廠大小是這樣子 當然方向呢 以點電盒來說就是遠離 遠離這個正電盒的這個 剛剛講的正電盒 好,OK 那如果是負電盒呢 那當然我這個電廠方向就指向什麼呢 指向電盒的方向 所以我們的電力線 我們常常講電力線 由正電盒出發進到負電盒 那它的公式就是這樣子 好,OK 所以呢 在空間中呢 任何一點 我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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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電盒 電廠的大小呢 完全是由什麼呢 完全是由每一個 每一個這個電廠 在那個位置上所形成什麼 vector上 所謂什麼 向量合 向量合 所以我們的電廠呢 一樣遵守所謂的疊加原理 這個superposition principle 就所謂疊加原理 superposition,對不對 super是在什麼之上嘛 對吧 superman 人之上跟超人嘛 對不對 superposition 可是其實你是位置 在位置之上就是疊在一起 對不對 一個疊一個就疊一個了嘛 所以superposition principle 就所謂疊加原理 好 所以我們電廠呢 我背著遵守啦 我們的這個電廠還是遵守所謂的疊加原理 所以我的1 如果我們選向量形式的話 1就可以選sigma i e i 所以這個要注意到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一個例子啦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所謂的dipo 什麼叫dipo呢 dipo叫電腦級 那電腦級的電廠要怎麼去做計算 dipo 叫電腦級 好 當然嚴格一點 有人當然也會寫成電腦級矩 例幾例 ㄟ ㄟ ㄟ 電腦 完整的齁 電腦級矩 對 電腦級矩 dipo 也會去dipo 也會去dipo 或是簡稱dipo 國級矩 好 那電腦級矩會給你怎麼樣一個電廠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什麼叫電腦級 也會去dipo 也會去dipo 就是說今天啊 我的這個電腦級啊 電腦級 它裡頭會含兩個代電的例子 它們具有相同的量值 但是不同的符號 所以一定是一正一負 叫電腦級 比如像這個图 你看喔 這個正 正電腦這個負電呢 這是電腦級矩 那它們兩個呢 分開一個距離叫小d 小d 好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我們定義這個電腦級矩呢 我們會寫p 注意到這個向量喔 p等於qd q是 這兩個都是q啦 這兩個都是q 所以呢 我只要q代表就好了 p等於qd d呢 是一個什麼 位置向量 位置向量 好 那這叫電腦級矩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題目是什麼呢 假設沿著這個電腦級矩的連線方向往上拉 那現在呢 這電腦級矩的中心點放在0的位置 所以這是d的話呢 這個電的位置就是什麼 2分之d 沿著z方向 這個呢 負2分之d 沿著z方向 那當然其實你常常會看到那個題目啦 是沿著這個方向 沿著水平方向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垂直方向 你可以回去自己算 沿著水平方向怎麼算 你可以練習一下 自己練一下 沿著垂直方向呢 我們今天算給你看 基本上答案是差兩倍啦 好 那我們就來看啦 所以我們沿著水平方向怎麼算呢 來 沿著垂直方向怎麼算呢 我在這個地方我所受到的電場 有哪一些 受到正電盒給他電場 所以我們說他電場是朝上 把他往外直對不對 就往外排 對不對 另外一個呢 他受到負電盒給他電場 是朝下 用1負來表示 所以1正1負 注意到他就是有方向的喔 就是向量 所以我的電場大小是1正的 然後呢 其實是加負的1負 對不對 就減1負 好 所以呢 我們先把剛剛前面電場同事拿來寫 對不對 所以是4拍一首0分之1 R正平方Q 加上負的 現在把負Q的負負負寫在前面 這邊減4拍一首0分之1 R負平方分之Q 這是第一負 反正基本上把電場同事寫進去就對了 好 然後呢 R正是多少呢 假設這個點到 原點的距離叫做 這個Z的話 那Q 這個正電盒到他的距離呢 就是Z-2分之1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呢 R負呢 就是 正等的距離叫做Z Z加2分之1 注意到這個是平方 不要忘記 好 所以寫成這樣子的時候呢 我看他要怎麼處理呢 我們把它提出去一下 提出去一下 變成什麼 四方一首0分之1 變成這個平方 減這個平方 所以這個是其實你們可以把它看成什麼 這個是A平方 這是B平方相減 對不對 我們解決都可以這麼做嘛 A平方減B平方嘛 對吧 所以A平方減平方 我可以把它變成怎樣 A加B乘A-B A加B乘A-B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這麼做囉 好 繼續 所以我們就把它變成A加B A-B 好 那A加B跟A-B 我們再做一件事情什麼 把它通分 所以A加B的通分 下面一樣變成什麼 因為這是A減2分之1D 這是A減2分之1D 所以我們把它兩個相乘 變成A減4分之1A減4分之1A減4分之1A減4 那上面呢 這邊就是乘以他 這邊就是乘以他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相加 那這也是一樣 這樣子去做起來就是這兩個相減 抱歉 這應該是 ok 沒錯 好 所以這相加這相減之後呢 那這個就不見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裡變2Z 那這裡頭呢 Z-Z就不見了 這個減到數的他 那邊的一個D 所以最後我現在上面是2Z 這邊是D 對不對 那下面一模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變成2ZD 然後下面是這個東西的平方 好 那我們再進一步整理喔 假設我把Z平方 拿出去 Z平方拿出去之後 這邊是1 這邊要處理Z平方 這邊呢 Z平方就是Z平方嘛 對不對 那Z平方拿出去之後 平方在平方變成Z四方 這裡有個Z 所以消掉剩下Z三方 所以呢 變成2P 這2一個它消掉 所以2P1從Z三方QD 然後下面是1減掉2ZD平方的平方 好 那這個就是他的精確解啦 精確解就長得這個樣子 這個精確解 好 那我們就可以再討論一個問題啦 假設今天 這個Z啊 這個Z遠大於D的話 它們電腦極取都很小 距離很近 我們要去感受到電腦極取的距離 都非常非常的遠 所以如果Z勝大於D的話 那這個式子可以幾乎怎樣 如果Z勝大於D 這個式子可以改成什麼 變成這一下 因為Z勝大於D的話 這一下都不見了 所以下面這個就是1 所以上面變成2P1Z三方 上面是QD 對不對 就變成這樣子了 好 那QD是什麼 QD不就是P嗎 我們前面定義的電腦局嗎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寫成2P1Z三方分之P 所以電腦極取沿著這個電腦極取連線方向 你感受到的這個電腦大小 就是跟距離的三四方成正比 當然這電腦極取的這個距離跟你的 這個要量測的這個距離啊 差非常非常的遠 所以正比於這個距離三方分之1 甚至距離三方分之1 這電腦極取給了電長 好 這點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齁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個東西 那假設 剛剛前面有講 一個電盒 兩個電盒 一個電盒 你會算電廠 對不對 兩個電盒變有極取 你也會算 你回去繼續去算 沿著水平方向看看 想要距離很遠的話變得怎麼樣子 那第三個我們來講 假設你今天電盒是一個像一條線一樣 線電盒怎麼辦 線電盒貢獻出來的電廠要怎麼做計算呢 那我們就來看 今天如果說我的這個物體 它是一個延伸的一個物體代電 那我們前面講的這個庫倫定律 就不能用 不能用 因為說假設一個有延伸 有形狀的這個物體 代電物體 你可以把它視為一個連續電盒的分布 那庫倫定律要講的是什麼 是點電盒貢獻出來的電廠大小 或是電力多大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只能把 這一個物體上面 每一個點所帶有的電盒 把它切得很小 叫做deque 那每一個deque 在應用我們前面的電廠公式 或者是庫倫定律公式去做計算 那最後呢 每一點都算完之後 再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是積分 對不對 所以你們學到了微積分 就有用處了 那因為每一點庫倫定律 全部把它加起來就是它真正的電廠大小 那當然因為要積分 積分很困難啊 算這個很困難啊 所以我們能夠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去盡量去找這個東西呢 是不是具有所謂的對稱性 Symmetry 對稱性可以幫你消掉一些不需要的計算 如果你沒有對稱性的話呢 你計算都不能消掉 你每一項都要算 就會很麻煩 什麼意思呢 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 所以我們的算法就是 盡量找一個材料 它的對稱 一個物質 它電廠 它有沒有一些什麼特別對稱的方向 透過對稱消掉一些不需要運算的部分 然後呢 再去把它切成很小很小的一塊去做計算 好 我們舉個例 譬如說我記得帶電環 帶電環 那我要求的是什麼呢 距離帶電環的環心 最後它只有這邊有電核 中間是空的 環心 距離帶電環環心Z這位距離處 沿著方向Z方向 這個距離叫做Z 距離環心Z處這個P點 它所感受到的電廠大小 那假設今天這個整個帶電環 帶的電 總帶電量是一個Q 那要怎麼算這個問題呢 怎麼算這個問題呢 那首先第一個 首先第一個 依照我們剛剛說的 一個帶電的物體 你要先找到它的什麼 它的對稱性 那現在這個題目運氣很好 它會對稱性是什麼 這道環我這樣往上 它這個環對於這個P點來說 這個環的左邊 跟環的右邊 距離這個P點 是不是剛好是一樣的 所以我拉一條線上去 你可以看到 左邊給它電長 跟右邊給它電長 應該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沿著側邊來看 左邊給的電長 1的方向是這邊 右邊 抱歉 右邊給的電長1是這樣子 左邊給的電長是這樣子 那這兩個電長 你會發現 它的沿著水平方向 或者說垂直於軸的分量呢 剛好相消 所以我唯一要算的是什麼 唯一要算的這個就是 假設這個角度θ角的話 它投影在這個上面的就是dcosθ 每一個點我只要算的是dcosθ 所以運氣很好 這樣就可以少算很多問題了 好 所以呢 它的這個方向都消掉了 都消掉了 我要算這個就可以了 好 那怎麼算呢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就把每個地方的 每一個都貢獻出dcosθ 只要把這些全部加起來就可以了 那怎麼加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叫dcosθ 那我們先來看 通常電磁學 不管這是現在的比估 跟未來的二年級 大家最大最大的問題是 積都積不出來 不會積 甚至怎麼積都不知道怎麼設定 所以呢 從這邊開始你們要注意到 每一題的一個關鍵點 你只要能夠突破這個關鍵點 大概電磁學會相對簡單很多 好 我們本來要算是dcosθ 然後把它加起來嘛 對不對 那dcosθ怎麼算 好 你會遇到一個問題是 你找不到什麼東西會做積分 好 那我們這裡就來看了 你要找積分的東西怎麼做 第一個 它的第一顆量 cosθ有什麼辦法在 你現在的這一套題目跟系統裡頭 用什麼呢 微積分 積分裡頭 可以代換的變數 把它變出來 就是變成可以積的東西就對了 也隨著角度變化可以積的東西就對了 好 所以這裡的cosθ相當於什麼 如果這裡是cosθ 這裡是不是也是cosθ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要找嘛對不對 這一個相當於它 那可是這個值呢 這個值就有可以積分的東西 為什麼呢 這個z跟這個r是有關係的 對吧 所以我們cosθ相當於什麼 r分之z 或者是z平方加r平方的開增號分之z 對不對 那注意到這個r是它的半徑 所以r是定值 所以我就變出z這個東西來了 那這個題目標記 p點我可以任意移動 對不對 所以z可能是一個你可以記的一個東西 這是一個 好 所以我的第一cosθ呢 相當於什麼 來 4π1總0分之r 然後呢 4π1總0分之r 然後cosθq 對不對 正常來說我們要寫 第一cosθ我們要寫一下 我們原來第一cosθ相當於什麼 每一個比一貢獻出來的 假設我現在這總電荷數是q 然後呢 上面的這任何一段 所帶有的電荷的密度叫爛檔 好 這叫電荷密度爛檔 電荷密度 如果電荷密度其實就是q除以長度l 對不對 以這一題來說假設總電荷是q的話 那它其實應該是什麼 q除以原作的時候想說 2π大 對不對 2π大 就是限電荷密度 好 所以呢 比q呢就相當於什麼 比q是不是相當於爛檔比s s就是上面的一小份長度啊 對不對 好 所以我頂一cosθ 我的頂一cosθ 是因為相當於什麼 剛剛我們前面講的變長 是4π一首零分之一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r平方分之q嘛 對不對 但是這一頭r平方分之q 然後再cos這樣 對不對 本來原始是應該長這樣子嘛 好 好 那再來我們就把這些 這些我們剛剛一樣一樣分析出來的 放進去 所以等於4π一首零分之一 好 那在這裡頭呢 有個r平方 對不對 q就變成lain打比s 好 剛剛cosθ是什麼 剛剛的這個cosθ相當於這個 這個r平方加z平方的開根號 2分之1次方 對不對 然後呢 z 對吧 好 那這裡頭我們這個r還沒有代換 對不對 這r平方其實是什麼 這r平方 r平方相當於大r平方加z平方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把它代換一下 這個r平方相當於大r平方加z平方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裡寫一個 對 不用 沒有燈號 好 r平方加z平方 對不對 好 所以統合起來 最後變成什麼呢 變成4π一首零分之一 那這裡是這個平方 這是二分之一次方 所以是r平方加z平方的二分之三次方 那上面呢 z0.bs 這個就是我們要計算的東西 一個小單元給你的這個數個值 好 到這裡為止有沒有問題 就是這個 有沒有問題 到目前為止 每一個小單元給你的 沒有齁 那我們要繼續囉 好 所以呢齁 來 所以這個標啦齁 這個lanta比s是比q 好 那這個3呢 其實是由這個二分之一 再加上一個完整的平方來的 好 所以我們再來就要做積分啦 對不對 所以呢 今天我想要去做積分 那這個積分呢 來 這些東西都跟s無關 對不對 我們s要從哪裡去積分 因為我現在只一個點嘛 我現在從0去積到2πr整個長度嘛 把它積完嘛 對不對 所以我這個整個積分呢 其實是這邊寫 從0積到2πr 把它積完 對不對 那可是呢 你要是積的是比s 跟z跟r都無關 跟lanta跟那些都無關 所以整個其他部分都拿出去 所以我去積這個東西 那比s積2πr 那當然最後的結果是多少 就是2πr嘛 對不對 好 那因為這個計算給2πr 那2πr再跟lanta合起來 就是我們原來的什麼 q嘛 對不對 就是我原來的q嘛 所以這整個東西 加乘起來 乘起來 乘起來 就是原來的完整的q 所以最後你可以得到 我的電廠大小就是什麼 1就等於qz q是這上面的總變合數喔 總變合數喔 qz除以481總0分是z平方加r平方2分3次方 就等於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通常你這種算完你可以做個檢驗啦 怎樣檢驗呢 你先想看喔 前面有講喔 如果說你的r跟z比起來z是什麼 z是原心到你要探測點的距離嘛 如果你z剩大於r分怎麼樣的情況 當然你z剩大於r 這個z平方是2分3次方 所以平方跟這個下降 下面是z三方 上面是一個z 所以下降變成z平方 是不是就退化到什麼 我們前面講的電廠 示範一種0 r平方分之q嘛 對不對 所以距離無從遠 圓環看起來就跟什麼一樣 點電盒一樣 對不對 那跟電流集群呢 就不一樣了嘛 就變成 跟3次方的衰退有關嘛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 看起來像點電盒 所以你們這個可以把它 只要你算這種題目 你就取它 假設很遠的時候 是不是看起來 如你所想的那個樣子一樣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齁 好 那我們由這個式子 我們就進下一步去講 這個我把它很寫 現在給它用 把它補完 補完變成怎麼樣子呢 剛剛是這樣子 4π1分0分之1 然後呢 r平方加上z平方的2分3四方qz 好 這是圓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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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現在進一步 如果我們去算圓盤呢 第四個是盤 什麼叫圓盤 就是一堆圓環 加在一起就是圓盤 對不對 就是那個面是死心的面 怎麼算圓盤呢 怎麼算圓盤呢 好 OK 所以問題一模一樣 距離盤心處z這麼遠的地方 有pn 我想要知道這上面的電荷 電荷大小有多少 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怎麼去積這個問題 那剛剛其實我們已經知道 一個圓環可以貢獻出的電荷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 其實這時候反而簡單 怎麼做 去算不同r子的圓環在上面 電荷的疊加就可以了 對吧 那當然我們現在 所以要算的積分的範圍 能從零基到這個大 對不對 你就想像那個無限多的環 這樣一個一個套一個一個套 越來越大 一個套一個越來越大 對不對 套到剛好跟它一樣大的時候 它所貢獻出來電荷大小是多少 好 OK 好 所以我們就來做做看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假設 每一個環 本來我們在前面做的時候 是把每一個小塊叫dq 現在是把每一個環 所帶的電荷叫dq 知道嗎 上一題我們是 我們要積分的時候 是把這一個環上的一個小點叫dq 現在不需要這麼做了 現在因為你知道一個環 然後空間的電荷是多大 所以我們把整個環的電荷 當作一個dq 然後去積不同大小的環 現在做法在前面有一點點差異 好 所以怎麼做 所以我們剛剛的式子 底1相當於dq乘上z 對不對 本來我們寫q嘛 你看這裡本來寫q嘛 現在我們假設他叫dq 好 dq乘上z 相當於造型 這是底1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去做積分的時候 是積什麼東西呢 是不是把這個r 由0寄到大r就可以了 對不對 由0寄到大r就可以了 好 那要把它從0寄到大r 就是把這個式子由0寄到大r 寄這r子 所以呢 我的機會就變成4拍一從0分之1 好 這邊照寫喔 那我現在只是把這個移到上面去變成寫負2分之3 z d0方加r0方的負2分之3 好 那dq是多少呢 這時候我們要講一個叫面電核密度 同樣的意思 今天我的這個電核啊 假設有一個 好 這樣講 sigma sigma叫面電核 剛剛就叫線電核 面電核密度 那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πr平方分之總q啦 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當然不是πr平方 你現在只是一圈嘛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一圈 總共有多少電核 一圈的長度 對不對 sigma 一圈的長度是2πr 對不對 然後呢 乘上sigma 是不是就是那一圈的q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這q就用這個東西去帶它 去帶它 好 那這整個裡頭呢 我要唯一要積的東西是什麼 是r嘛 對不對 所以跟r無關的 我們可以再整理一下 好 這要比q嘛 來 好 所以我們把 這邊跟r無關的提出去 所以sigma2π 這裡有2π 這裡有4π 所以4π2π就剩下2 一圈留著 對不對 sigma到那邊去 好 所以呢 你要記的東西是什麼 z乘上它 對不對 z乘上這個東西 然後呢 r比r 對吧 這個你會做吧 這個幾分會不會做 這個幾分呢 會啦 會啦 就會啦 會就會囉 會就會囉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齁 好 來啦齁 我相信是不會啦 做給你看啦齁 真的都會 這個幾分你會 太快了 這個幾分你會 真的會 不會對不對 好 我們來做給你看啦齁 好 用這個來做啦齁 用這個來做 我把他起來這邊啦 單獨來做啦齁 其實這個也是某一個 某一個考題 我只把他起來 拿來這邊而已啦齁 怎麼做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齁 第一個齁 第1cosθ 我現在用k來表示 示範一種 我就先把它拿掉了啦齁 好 另外就是k比q 對不對 然後呢 它這裡頭有沒有齁 可以寫r分之z r分之z是什麼 為什麼有個r分之z 因為它的分量 這個θ講的是cosθ 對不對 我少寫了cosθ 其實就是r分之z 對不對 所以像zr三方 就是k比q 相當於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之後呢 比q相當於剛剛講的2π 這半個我用x來表示 2πx比x 剛剛sigma 對不對 這比q 那這r三方呢 這裡頭相當於x平方加z平方 對不對 所以r三方 就等於x平方加z平方 2分3次方 好 把這兩個帶進去 真正要積分的東西是 z k sigma 2πx比x 下面是x平方加z平方2分3次方 好啦 那這時候我們把它整理出 無關的把它丟在一邊去 變成pi k sigma z 2x比x 下面是x平方加z平方2分3次方 好啦 所以呢 我們需要去積這個e 就變成什麼 把常數都提出去 現在我先積的時候 2x比x x平方加z平方2分3次方 好啦 到這裡 微積分 基本要怎麼做 你們會怎麼做 怎麼辦 看到這裡怎麼辦 有沒有微積分之神的 有沒有 板上有沒有微積分之神的 有沒有 有嗎 沒有來學校 蛤沒有來學校 在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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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沒有 大家在講你喔 你現在不能隔海給我們解答 對不對 好 那有沒有 微積分之 副神的 蛤 第二神的有沒有 副的 副的有沒有 有沒有第二神的 也在大陸 蛤 副的 副的 第二神的 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 那怎麼辦 在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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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請示喔 好 這個問題怎麼處理 蛤 那有沒有人知道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微積分黑馬的 蛤 黑馬就是本來不是第一或第二馬 突然變得很強的 有沒有 如果我一定是黑馬的 有沒有 也沒有 大家都說魯馬是不是 蛤 人家說魯馬石架可以怎麼樣 蛤 蛤 魯馬石架可以怎麼樣 不知道 公在不捨 公在怎樣 不捨 一生 好啦 不知道對不對 我們先看 其實你們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第一個想法應該是什麼 你看到2x比x 又看到x平方 那你應該想到一件事情啊 什麼叫做比x平方啊 是不是2x比x 比x平方啊 是不是相當於2x比x 對不對 把x平方為方法就是2x比x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啊 是比x平方啊 對不對 如果這是比x平方的問題就簡單啊 2x比x是比x平方 其實你看到 通常你看到這個東西 你知道看到 有一個什麼2x比x 什麼3x比x 你都可以把它去做這樣 一個方式 如果這叫比x平方 等於上面怎麼都不見了嘛 對不對 下面這個 覺得我叫比x平方 叫比y好了 這裡頭其實就是y嘛 加上某一個常數嘛 2分之3次方分之1嘛 這樣不就可以算了嗎 對不對 也不要寫分之1 要寫負的就好了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這個 你用這個方式就可以處理了啊 所以 剛剛問的問題對不對 有沒有什麼時候要再考尾基分 禮拜三 禮拜三 準備好了沒有 要考哪裡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考哪裡 OK 本來以為不會考了對不對 羅必達 蛤 羅必達喔 羅必達 羅必達啊 羅必達很簡單啊對不對 對不對 羅必達應該全部都可以考滿分吧 蛤 只是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喔 只有羅必達可以考滿分 其他地方都不行對不對 好 所以其實你在积什麼 积這個東西嘛 那這個就會积了吧 對不對 對不對 一減掉什麼 一減掉負的二分之三分之一嘛 對不對 前面係數嘛 對不對 然後後面呢 後面這邊變成負的二分之三加一 變成負二分之一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就會得到這樣子一個式子啊 然後帶零到 啊 對不對 對吧 是不是 這個總會积了吧 如果這還不會积的話 蛤 這還不會积的話 我就要等於我要來交尾基分課了 對不對 好 好 這個會积就變成這樣子了 對不對 那所以最後帶進去 就是我剛剛那個答案 好 有沒有問題 好 當然 你可以把K換成這樣 剛剛忘了畫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 這是剛剛的答案 這才是剛剛的答案 好 所以呢 這是盤面的這個積分 盤面的積分 好 那接下來你們再來看 其實本來還有兩題 一個是一個 一個 很長的線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等一下到那邊我們再講 到那個高式定義再講 很長的線 這也是常常出的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 假設今天有個電荷 一個點電荷 在電荷裡頭的情況 會是怎麼樣子呢 我們把點電荷放在電荷裡頭 他所說的力 F就可以寫成QE 那當然這本來電荷定義就是F除以Q 一個測試電荷放在電荷裡頭 你感受到多少力相處 就是你的電荷大小 好 好 所以呢 透過這個方式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你們現在噴墨硬錶機 這個inkjet printer 是什麼意思呢 jet就是火箭嘛 對不對 噴這個火箭或是噴射 噴射出來的ink的墨水 所以叫噴墨硬錶機 就是怎麼樣 我把墨水擠出來 通過這邊輸入的電壓訊號 讓它帶電 所以它噴出來之後 讓它帶電之後 經過電荷 我就可以控制它的偏折的 就是偏折板 就是說我家電廠 那我帶電的 我可以電盒大一點就偏多一點 不是 電廠大一點就偏多一點 電廠小的偏小一點 那我可以控制出印出來的這個字 印出來的位置 就可以先字啊圖形啊 那概念就是這樣子去做 所以其實這個概念很簡單 那這個也是我們社會中常常看到 交報告啊 設定什麼東西都用這個方式來做 所以這個drop就是所謂的ED 就是這個墨水啦 墨水通過這個G 從那邊跑出來 經過C這個輸入的訊號 告訴它要把它帶電之後呢 然後透過它的偏折印出你的東西 好 所以這個是在電盒在裡頭的這個樣子 好 那點電盒在電廠裡頭 很簡單FAQE 那電偶極呢 電偶極在電廠裡頭 其實它反應跟力矩是很像的 因為它叫偶極矩嘛 矩就是力矩的意思 好 我們看到 假設這個電偶極在電廠裡頭的話 它所收到的力矩可以寫成PX PXE 那其實為什麼是PXE呢 我們可以進一步來想一下 為什麼是PXE 來 TAU 那網路要向量 TAU是個向量 TAU等於PXE 對不對 為什麼呢 不要記P是什麼 P可以寫成QD 對不對 那注意這是一個那個向量 好 那我再把它進一步寫 這是存量所以沒有差 對不對 D close QE 對不對 什麼是QE啊 這個其實就是力嘛 對不對 我剛剛講的力嘛 對不對 這是距離這是力 不就是R close F嗎 R close F是什麼 就是力矩了 對不對 所以剛剛的這個力 P close E 一個電偶極矩 放在電廠裡頭 它的外積就相當於它的力矩 相當於它的力矩 所以同理可證 那它的能量應該是多少 如果力矩是P close E的話 那能量應該怎麼寫 U 以前我們寫U嘛 對不對 以前我們的TAU 可以寫成R close F 對不對 那能量U等於什麼 負的什麼 R dot F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力矩層上位移不就是能量了嗎 對不對 所以同樣的力矩在電廠裡頭的能量 寫的是什麼 負的P DOT E 因為你把它展開一模一樣 所以這邊就變成什麼 負的F乘上D 對不對 這是力矩 對不對 這個是那個 這個 能量 能量 能量就寫這樣子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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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呢 這就是22章的部分 有沒有問題 可以 可以 有